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由晋升特约的我下面给你吃 今次我会用香辣酱包来教大家做香辣洋葱三色椒炒猪扒配大甲干面 我们现在马上看看有什么材料 今次会用到香辣味的大甲干面 我们就会用里面的原味酱包和香辣味的酱包 这里有三色椒 一个洋葱 我就买了一些猪扒回来 调味料方面非常之简单 除了用里面的酱包之外 也会用芒油 胡椒粉 和少许糖 首先就把这些猪扒切成条状 这里有三块 很多 切完这些猪扒 我现在就要开始腌猪扒了 这样就可以用到大甲干面的完美黑豆酱油 非常之健康 现在吃饭 这么多人有三糕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外面吃饭的酱料很不健康 但有香港人不吃一些浓味的东西又不习惯 那就唯有选择一些健康的酱料 好 拍一下我的样子 我这么漂亮 不拍得太浪费了 好漂亮 小点砂糖 吃得健康又好吃 很重要的 要不然哪个人帮你回家吃饭呢 接着就加少许胡椒粉 这番香辣酱最后拌在面上也行 又或者我们现在就用来腌肉 那我就选不选用来腌肉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肉入味很重要 有点笨手笨脚 来吧 拍着欣联我下边的这个吃了 笨手笨脚 哇 很大股辣味 我好吝 因为我本来不吃辣脚 所以其实我很害怕这种辣味 但它辣得来 让我聞到它 很香 所以我这次可能会拖来吃了 试一下自己做的 香辣猪扒 最后就加麻油 完成就可以放在一边 起码15分钟以上 接着我们就用这些时间来切其他配料 嗯 好香 下洋葱炒肉的味道 起 三分一洋葱就够了 然後切開 材料都準備完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炒豬扒 等鍋熱了之後就可以加點油 現在還未熱 加點油 準備爆香洋蔥和三色椒 差不多就可以放進去 好香 好像這個油不能吃 真的很香 然後把豬扒放進去 多多少就可以調小火 然後蓋一蓋 看到點煙在這裡 同一時間就可以煲水準備煮麵了 很香 完成了 這個雞湯番茄肉菜配大甲乾麵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之簡單呢 又健康又快的菜 你們一定要快點回家學會煮給家人吃 下次再見 拜拜